水熱源內 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 大人小孩 全身濕透 細水消暑清涼一下 但這些水從哪來 民眾直擊拍下 消防栓外接水表 連同水管一路接近水熱源 遭質疑这样可行吗 因为我们民眾 比较不清楚这个状况 是什么样 还有照程序有合法的话 那没有不可以 消防用水应该是还好 应该不会吧 在这边澄清一下 说我们一开始就是 跟自来水公司去做买水 那一般家用的水 它会比较小 那我们会跟自来水公司 买临时用水 那因为临时用水 它会比较贵 但是它的流量会比较大 面对民众疑问 业者出面解释 消防栓取水 是向自来水公司 申请临时取水 通通合法 水费也如其缴纳 临时取水用 我们一度水 会收到19块左右 它贵了一倍左右 它这种驾驶方式 可能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 因为它是从消防栓上面 这样子看起来 有点观感是不是很好 自来水公司表示 临时受水给水肉员 一度收取19块 相较平常水费计价贵 至于消防栓接管 民众观感不佳 水公司立即 左手精进方案 避免再被误会 明日新闻台中 综合报道